在今年春晚小品天山情中有一位特殊的演员 新疆小毛驴儿 舞台上他鞠躬行礼与人握手 虽然登台时间只有不到一分钟 但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晚红 走下春晚 小毛驴儿和他的主人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里 等着他们的又有什么样的新故事呢 距离央视春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 演员们都在紧张的准备候场 但我们却在储藏道具的仓库门口 见到了小品演员麦麦提江 这个是我们小品的特别演员 现在紧张吗 他要上台了 您自个儿演见 他要紧张 我也紧张 我最紧张的 他不太上 不要尿尿 就最后一场了 好好演 加油 来 一起加油 好 此时远在四千公里的新疆 麦麦提江亲朋好友们 正等在电视机前 小毛铃 鞠躬握手 小毛驴鼓励一出场 就引爆现场的掌声 虽然登台时间前前后后 也才一分钟 却备受关注 今年对于麦麦提江家来说 除了参加春晚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迎来了第二个宝宝 没见他两个月了 把小平眼的时候 我肚子里小宝宝还在动 他也好像想爸爸了 特别感动 我为他骄傲自豪 平时也是 但这是更加骄傲 因为担心小毛驴 在舞台上大小便 小毛驴鼓励 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节目一结束 麦麦提江就匆匆忙忙地 赶去给鼓励喂食 好 演得成功 安顿好了小毛驴鼓励 麦麦提江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大年初一下午 麦麦提江回到了乌鲁木齐 妻子和女儿早早地就等候在了机场 迎接他回家 夜幕降临 离开家两个月 两个月的麦麦提江 回到了家 有什么礼物呢 拿多少份呢 这个份可以去北京吗 这个是我上春晚的最好的一个礼物 常年在外演出的麦麦提江 很少有时间在家里陪爱人和孩子 现在已经习惯了他不在 家里的事怎么办呢 我自己弄啊 那有些活你干不了的呢 我干不了的 以前我就是干不了 但现在没人干我 所以我一个人现在很坚强了 老师去那个拍电视剧啊 拍戏过去 我一年 去年也我一年 去年一年我待了家两个月了吧 好像不到两个月 好像我就 长年来家里大事小事 全由妻子操持 有时妻子也会调侃的说 丈夫麦麦提江 陪小毛驴鼓励的时间 比陪自己和孩子都要多 他有时候病 就是干毛呀 我们干毛他还不配去医院 他干毛的话给他送药 一会儿自己打针在哪 所以现在我们也习惯了 那个小毛驴也是 他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部分 就是阿凡帝和小毛驴 是永远是一起的 大年初二下午 麦麦提江带着女儿 早早的就等候在了 火车站的站台 等着小毛驴鼓励回家 来来来 来 铁路段老师们 辛苦了 辛苦了 哎 谢谢你们 给小毛驴下的 祸了 走下春晚舞台的小毛驴鼓励 也成了当地的明星 大家争相跟鼓励握手 一直关心他的全国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回家了 回家了 从阿凡帝的小毛驴 到库尔班大叔的小毛驴 可爱的小毛驴 已经成为新疆的一种地狱文化符号 希望未来登上春晚的小毛驴鼓励 将续写出更多的新疆故事 跟至于模型艙人手い 便不 thrive